自来水公司办理爱街路主干馆管线泰换工程 特别办理说明会 包括立委陈欧破 县议员陈俊宇以及地方村长及乡亲都出席关心 而这项工程是自来水公司 配合地方发展所特别来办理的 受惠的区域由爱街路、崩山湖、二湖、大湖路等区域 总管线的长度为9,876公尺 受益户有289户 总经费为1亿2,912万元 除了这公司全对我们研馆大概5月5 要做研馆就是有的馆 这个给它换过来 还来就是这些钢馆接的馆 当这个给我们省了 都说5月5 我们这个 崩山、大湖路、河塞川、 崩山、二湖、五百川 这些地方 做一个处理 总当是9,886公尺 总结有时1亿2,900万元 要说这笔钱站在这里 有意义啦 因为大家比较少了就自来水 现在先给大家换 今天特别感谢我们自来水公司 在这厨的钢店里面 可以变得将近1亿3千万元的建议 要来泰馆到我们土地的主要水的钢馆 这个工作就是在我们很早上 跟我们互当的四池桥 有一个救援 整个钢馆都在泰馆 也未来 以为我们民众在饮水方面 可以提升到更安全的品质 也更稳定的上水的 水供的系统 这项工程预计在今年的春节后 也就是三月进场施工 今年的12月来完工 未来将可以使得 这个区域的供水管网更为稳定 营用水的水质也更为安全 而且未来50年内 也不需要再进场施工 它已经三月就是完销 完销过后我们就准备要进党了 因为这个交通维护 要经过管制服务 所以现在就要进党三月 我们就进党了 你怎么看 进党之后就做到双 这十二月 今年就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才的路 50年我们买进来 那港我换那个DIP的港 更港 那DIP的港 乔尔塔董五十 自来水公司八区管理处表示 提供量足直优的自来水 是自来水公司责无庞贷的工作 希望使人人有干净安全量足的自来水 可以使用共同来推动宜兰在地好生活 宜兰新闻记者石市民 采访报导 颜主任 我还进行